歌手罗忠旭婚内出轨 吃软饭的事闹得沸沸扬扬 可惜很多人根本不知道罗忠旭是谁 没错 他就是传说中一首歌吃一辈子的著名歌手 1995年 27岁的罗忠旭带着自己作词 自己作曲 自己演唱的歌曲《星光灿烂》 参加罗马尼亚第八届金鹿杯国际流行音乐节 一举夺得个人演唱第一名 然后他又凭借该歌 获得多项国内音乐大奖 登上春晚与毛宁林一伦谢小冬并唱内地歌坛四大歌王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咦关于罗忠旭为什么突然哑火 说法不一 有的说是因为一场车祸 耳朵差点废了 有的说是因为没唱成 你快回来跟孙男闹歪了 总之明人不红 各有各的说辞 一定能给你个合理而又扯淡的理由 让你感叹时也孕育 当然 名人红了 也各有各的说辞 比如家道中落 父母离异 心灵受伤 亦或者名门是家 天赋亦禀等等 让你觉得 人家红自有人家的道理 自己不红也自有自己的原因 且说红着红着就突然不红了的罗忠旭 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娱乐圈 早已不知被拍到哪里 但早年有所积累的人 在现实生活中 总还能找到精彩 例如 情史就很灿烂 比他唱的那首《星光灿烂》更灿烂 至今为止 罗忠旭被公开的女友 共有三个 第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曲颖 1998年 罗忠旭出车祸住院时 曲颖一直在旁 悉心照顾 这段恋情原本很被看好 然而没多久 却意外分了手 多年以后 罗忠旭接受采访 自爆内幕 定好之后 他在韩国宣传期间 与某明星过从善命 引起了曲颖的误会 这在当年 是个合理的解释 但如今看来 未尝不是曲大美女 提前认清了他的渣男本质 及时止损 曲颖之后 罗忠旭用与女歌手 尼瑞丝混在了一起 二 之所以说混 是有原因的 坊间一度传说 尼瑞丝本是胡彦斌的女友 结果被罗忠旭拐跑了 胡彦斌很有才华 奈何人长得不够帅 相比起来 罗忠旭可以称得上是 又有才华 人又帅 自然更有竞争优势 罗忠旭亲自为尼瑞丝写歌 还陪他上节目 看起来很失用心 然而这段感情 原来就来得稀里糊涂 结束的也是不明不白 总之 好着好的 就不好了 牵着牵着 手就不知哪去了 媒体好事者再一细问 答应 哪有哪有 这是不可能的事 主打一个物理看花 好事者还是很好奇 到处跟拍 某日发现罗忠旭偷偷与某媒女约会 定睛细瞅 怎么越看越像新晋超模罗子林呢 蝶怀疑还真是他 罗忠旭大了罗子林将近二十岁 手段真是好啊 最初 罗子林是否要借罗忠旭的名气 不得而知 但有了名气的罗子林 显然是罗忠旭所不能驾驭 超模的舞台是整个世界 月模的眼前是星辰大海 二零一三年六月 罗子林与老毛子附上在海边度假的照片曝光 一众网友纷纷跑来告诉罗忠旭 哥 你被绿了 彼时 二人已经交往四五年了 感情一直很好 三 从那以后 罗忠旭彻底消失于大众视野 再次出现时 已是别人控诉他婚内出轨了 国庆期间 有女子自曝与罗忠旭恋爱一年吧 期间 被再三叮咚 做人要低调 不要乱发朋友圈 女子本着保护爱人 保护偶像的原则 一直默默付出 大约付出了五六十个W 结果发现 这个老男人居然有老婆有孩子 于是愤然起身 揭发起丑恶嘴脸 看面容 该女子大概二十多不到三十岁的样子 当然 我也不敢肯定 这年头 刘晓庆都能每年成十八岁少女 暂且不管了 反正 她与一九六九年出生的罗忠旭 基本算是隔代近 女子晒出多居家生活照片 旁边都有罗忠旭的身影 看起来 确实像老夫老妻过日子的状态 该女子在某平台上认证是演员 托吉 至于真实姓名 暂时未知 不过截图中有显示 姓徐 女子在接连曝光被不可抗拒力压制后 又甩出很多证据 还亲自回答了一堆问题 从截图来看 她与罗忠旭是从去年三月份交往的 不过那时已经加微信已经好几年了 大概是感情出现荡期 然后开始追问罗忠旭的单身生活过得如何 如此明显的暗示 罗忠旭当然不会不明白 当即表示下周去北京 至于在北京发生了什么 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反正 女子说了句 家好友几年了 都没见过 罗忠旭回了一串坏笑 笑着笑着 就笑到一块去了 交往期间 女子还不死心 问罗忠旭跟罗子林分手之后 谈过几次恋爱 罗忠旭的回答很意思 说了没有 你又不信 对不对 你要不信 我也没办法 这话 好像否认了 又好像没有 至于到底有还是没有 反正 女子是谢了后者 于是疯狂的给罗忠旭花钱 一年下来 为罗忠旭花了好几十万 还不算租房水电费 而罗忠旭呢 只花了两万 买的包和衣服 还大部分是淘宝货 哥们行啊 软饭硬吃 四 然后等到今年九月份 突然有别人找到干女子 告诉他 罗忠旭有老婆孩子都已经上学了 而且还说出了更多不为人知的内幕 罗忠旭还有好多家 别墅是老婆家的 车室二手的 看来真是靠吃软饭过日子 不折不扣的渣男 至于那人的身份 大概也是被霍霍的其中一员 于是该女子马上去向罗忠旭求证 说有女孩告诉了他真相 说之前还有女孩组团去找他老婆 查到他儿子在国际学校 言语之间有些许威胁的意思 并且他还真的打电话去给罗忠旭的老婆了 这下可把罗忠旭惹毛了 他说我和你的事 你来找我解决 再敢骚扰我老婆 我就让人抓你 再敢骚扰我儿子 我跟你拼命 突然之间正义感爆棚 责任感满满 只是不知道像他这种情况 真要锁李箭之后 谁的问题会更大一些 正所谓图雄李箭 终于该到摊牌的时候 眼看事情瞒不下去 罗忠旭答应要把花女子的六十五万全还了 另外多给十万 算是精神损失费 甚至还说出了经典名言 你要坑害我 那你后半生就等着天天吃药吧 不光他威胁 他的助理也威胁 你敢搞罗哥 一定让你去坐牢 听听 好可怕 我 据那女子说 罗忠旭同时谈十个 这是到底有影没影呢 网上很快有了回应 一女子说 2018年认识罗忠旭 和他恋爱两年 一直被骗 后来也是有其他女生告诉他 说罗忠旭有家庭和儿子 还给他发来了照片 他才敢相信 然后他一直揭露 却无人理睬 自己却遭受了两年抑郁症的折磨和困扰 翻看该女子的个人账号 却实在一直呼吁封杀罗忠旭 他曾曝光过罗忠旭的床照 如果不是亲密关系 不可能得到这样的照片 他还曾直接找过罗忠旭的前女妻 罗紫玲 把罗说罗的一些坏话 全部说给罗听 比如他刚开始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看上了你的身高肤色和长相 后面愿意公开 是因为你成为了世界小姐 可以让他虚荣的得到脸面 毕竟他的女友是世界小姐 在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他依然同时和其他女生搞关系 还有他说你的大腿很粗 再往前找一找 在2019年4月份 还有人曝光罗忠旭 有老婆有儿子 公开在外面说自己单身 欺骗女人感情 被多名女性发现后 他还辱骂女性 如此说来 还真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越找 蛛丝马迹越多 当然 仅凭爆料者一面之词 咱也不能说这就是真的 罗忠旭啊 求你快出来做个回应吧